都说现在有的人即使自己很有钱 但是也仍然特别的小气 一起出门从来不会自己付账 一起打车 默默地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位 但是这些简单的省钱方法 在这几位美国人面前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他们时时刻刻精打细算 抠门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 捡垃圾 吃剩饭 发动机做饭等 为了省钱 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到底使用了哪些抠门的省钱方法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几位抠门美国人省钱的故事 巴里是一个抠门的美国理发师 为了节省洗毛巾的钱 他居然用卫生纸围住顾客的脖子 巴里称 这样剪完头后可以直接把纸扔掉 如果使用毛巾来代替 用完后还要清洗 再加上风干既浪费水又浪费电 只要不让碎头发掉进顾客的衣服里 卫生纸和毛巾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巴里利用这个方法 每个星期大约可以节省15美元 折合430新台币 在其他人眼里 巴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气鬼 他会收集身边所有的东西 顾客刚剪完的碎头发 他拿出扫把扫了起来 然后装有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 里面都是巴里上班时收集的碎头发 这么一大包碎头发可以卖到15到20美元 折合430到573新台币 巴里一点也不在乎同事如何看它 在他看来只要能省到钱那可比什么都强 可就是这么一个抠门的人 巴里居然送给老婆一个大钻戒 这把老婆爱拉给感动的 当时甚至都流出了眼泪 可是打开盒子的那一刻 老婆震惊了 里面居然是空的 巴里在里面留了一张欠条 这枚戒指的价格是270美元 折合7741.44新台币 花这么多钱 简直是要了巴里的老命 巴里送给老婆盒子 是表示自己十分疼爱她 可是又舍不得花这么多钱 巴里上班时 老婆一个人在家 巴里将家里的卫生纸锁在柜子里 为了防止老婆多用纸 每天只能由巴里打开柜子 然后数出十格 这是巴里和老婆两人一天的用量 多一格都是不允许的 为了这事 夫妻两人经常发生争吵 但这是巴里最低的底线 爱拉快要被抠门的巴里逼疯了 因为这十个格子的卫生纸 连拉个小便都不够 因此爱拉经常将这十个格子的卫生纸 全部用光 让巴里尝尝被困在马桶上的滋味 家里的天花板破了一个大洞 巴里用纸板和胶带补好了她 巴里不想花钱请人来修理 这可能要花费她数千新台币 除此之外 巴里还自己购买水果 在家酿酒 这样一瓶酒的成本不超过5美元 折合143新台币 而超市里的一瓶要15到20美元 折合430到573新台币 这可又为巴里省下了一大笔开销 到了吃饭时间 爱拉的肚子早就饿了 可是巴里却让她再等等 巴里原来有妙招 等到了上班时间 巴里开车一起带着她 在去理发店的半路中停下了 此时汽车的发动机温度将近200度 巴里竟然要用发动机来做饭 她将鸡蛋浇在锡纸里 然后放在发动机上 这样便省下了电费和煤气费 巴里还做了一些面包和热狗 两人在汽车后备箱 就把午饭给解决了 爱拉彻底无语了 自己上辈子造的什么孽 居然嫁给这样一个男人 抠门的人可是在各行各业中都存在 安东尼是一名抠门的美国人 他的工作是酒吧的调酒师 杯子里客人喝完了酒 剩下里面的水果 安东尼都会将他们收集到自己的罐子里 这些可都是不要钱的水果 如果不把它们收集起来 最后也会被丢进垃圾桶 客人吃剩下的爆米花 安东尼也会装进一个小盒子里 最多的一天 他收集了200多颗爆米花 甚至客人喝剩下的酒 安东尼也会倒进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里 下班后 安东尼将所有的东西装进背包 然后一起带回了家 回到家 安东尼把酒倒进过滤器里 过滤了一下 然后又倒满了一杯 加上一颗从酒吧里带来的水果 最后从冰箱里端出了一盆 收集了许多天的爆米花 安东尼来到母亲的房间 把这些东西孝敬给他的老母亲 因为在酒吧上班 工资不是很高 安东尼只能暂时和母亲住在一起 安东尼用这些酒水和爆米花 来讨好母亲 为了躲避嫌疑 安东尼特意在母亲面前 捏了一颗爆米花 扔进嘴里 母亲觉得安东尼的行为十分可疑 让他在喝口杯子里的酒 就这样安东尼的诡计被识破了 母亲拿来了租房的广告 让安东尼搬出去住 可是附近的房子 租金基本都在1600美元左右 折合45875.2新台币 空门的安东尼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 安东尼来到一个治安不是太好的社区 本以为租金能够便宜点 没想到房主跟他要价2000美元 折合57344新台币 比附近的小区还要贵 安东尼称 去年这附近发生了三起案件 希望房主能够少收点租金 最终房主并没有同意他的要求 通过一个车贩子介绍 安东尼打听到 附近有一辆便宜的房车出售 至于为什么卖的便宜 车贩子也直接跟他开门见山 六个月前 房车的原主人在车里去世了 最终双方以3000美元的价格成交 折合86016新台币 安东尼一将房车开回了家 看到儿子的新家 这可把母亲高兴坏了 这个抠门的孩子终于要搬出去了 巴里和安东尼是一个人抠门 安妮就不一样了 安妮是两口子一起抠门 安妮是一个抠门的美国人 为了节省水费 每次放水都用勺子来测量 喝牛奶也要在上面兑上水 在安妮家 每个家庭成员身上都必须配两把勺子 洗发水只能用一勺 沐浴露也只能用一勺 至于身体乳 牙膏 还有儿子刮胡子的泡沫 都要用勺子来测量 一次的用量不能超过一勺子 老公彼得吃麦片只能倒五勺 对了水的牛奶 安妮和丈夫 夫妻俩经常坐在一起讨论 如何省钱 家里面这些座椅 板凳 基本都是夫妻二人 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房间里的沙发 柜子上的台灯 这些通通都是免费捡的 至于安妮他们家的仓库 更是被堆得满满当当 大到家里的自行车和家用电器 小到剪刀和螺丝钉 这些都是免费捡来的 只要在马路上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 安妮和彼得都会将他们带回家 这对扣门的夫妻真的是臭味相投 安妮他们家门口 有家墨西哥餐厅 餐厅老板对这夫妻二人印象十分深刻 因为他们只在饭店促销的时候光顾 另一家披萨店也是一样的 只要披萨店不打折 夫妻二人是不会去消费的 每个星期的周四 安妮和彼得都会离开家 然后神秘的消失 安妮和彼得开着车在马路上转悠 女儿以为他们是去吃饭或者看电影 而实际上 安妮和彼得是在走街穿巷寻找垃圾桶 物色好目标后 安妮和彼得穿上了防护服 每个人的头上还带着一个灯 背包里放了各种各样掏垃圾的工具 这些工具全都是他们自己动手改装的 车里甚至带了一个小冰箱 用来存放夫妻俩从垃圾桶里找到的食物 今天发现的这个垃圾桶似乎还没有人翻过 彼得架起梯子爬了进去 除了发现一个卡通玩偶 还有一袋空的铁罐子 这些可以当废品卖点钱 接着夫妻俩又在垃圾桶发现了一个大箱子 彼得爬上去一看 这下可赚大发了 上来就发现一袋没吃完的剩菜 还有一盆刚扔掉的鲜花 可是还没来得及他们去翻着 两个人就被小区的保安发现 保安命令他们赶紧从垃圾桶里爬出来 并且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去 两个人只能灰溜溜的跑掉了 历史上有位著名的词人叫做伪庄 但是他的抠门程度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伪庄生了一个儿子 结果这儿子八岁的时候意外生病去世了 儿子的时候做了一件啥事 他把儿子身上穿的小衣服 和包裹儿子的草席子都给收回家了 怕浪费 网友调侃说 难道还想下一次再用吗 真是荒唐至极啊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如何看待这三位抠门人物的抠门方法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eh 感谢观看